地方两个结果应该都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怎么样 产生这个有个S ticks 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我们底下到底要产生几个 这个X轴的这一个 这个间距 这个怎么办呢 我就利用什么 利用range的方式 range的话从1到总 就是说从1开始 所以总长度要必须加1 就等于不要从0开始 所以你这边的话 如果把这个print出来的话 那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基本上他就帮我把什么 总长度总共几个输出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range1到8 就1到7 所以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有246 7个资料 OK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要 帮我画出底下到底要 X轴到底要放几个 几个东西的位置 那不过如果说呢 我今天没有给什么 没有给这个 这个这个data 这个这一行假如mark掉的话 这个这个什么 X ticks 这个资料如果这一行mark掉 你会发现它出现 应该就是变成 1234567 因为你预设这边是用什么 用这个range产生的1到7 所以1到7变成说 我X tick 如果假设这边 如果我没有特别 特别去把它复写的话 那它底下这个地方 就不会是那个日期的 有没有 这边1234567 如果说呢我今天要让这个资料 能够显示出我的来源是什么 来源是这个这些是七个日期的话 那我必须要再增加这个 X ticks 把什么呢 把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ticks 刚刚一到七复写成什么呢 有没有X X就是我们的日期部分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label 就是日期啦 然后加上y就是label 然后再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主要的title 最后把图例画出来 秀出结果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大功告成 谢谢大家